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矮胖瘦穿搭術大公開 嗨 大家好 歡迎收看 又到了我們要上課的時間了 是的 大五師我們今天要上什麼課 高矮胖瘦穿搭 高矮胖瘦穿搭術大公開 不要講到就是有胖的字眼就這樣好不好 胖 我沒有關係 我不胖啊 你是不胖嗎 健康啊 在部落有多少媽媽喜歡我這樣子的身材 是不是 電視機前面的那個同學喔 真的 喔 妳看看那個道無師 身材多麼好 很剛好對不對 說肚子就是肚子 對不對 完全沒有瑕疵 好啦 這講到這個穿搭 其實我們每天出去都會要花一點腦筋想說 我們今天什麼樣的場合 一早起來睜開眼 就要想我今天大概要穿什麼衣服 怎麼搭會比較好看 首先我們想要聽聽看 大家平常在穿搭上面 或是對自己身材有沒有哪些 感覺上不是那麼滿意的地方 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我們先從同學那邊喔 真的嗎 對不對 我們就先從這個身材最較好的十包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沒有 因為我平常 因為我的整個這個身型的部分 耶 其實沒有人這樣 比較是屬於 就是肥沃啦 你玩肥沃的 肥沃 所以我們都 其實變成說我們挑衣服 我們穿衣服都會有一些局限 所以變成是說 有時候我們真的太肥沃的身材 我們都會找一些衣服想要cover 就是稍微遮一下 或者是看可不可以修飾這樣 對 其實一般來講好像都是穿黑色是不是 感覺上就是暗色系感覺比較能夠修飾嘛 對 還沒有同學 還沒有同學其他 有耶 不是來 對 我就代表那個部落婦女好了 手臂撞 像蝴蝶 肚子 肚子 就是 我已經盡量收了 然後小腿的部分 大腿的部分 就 真的比較困擾我們 等於是從手到腳都有問題 就是 就是如果你想要看一個部落的 他的那個動植物的生態有多麼的豐富 只要看當那個人 有沒有 指斑蝶 你看 好啦 對 就是 已婚婦女其實 生過小孩是比較會辛苦一點的 不過今天各位同學有救了對不對 對 其實大家講那麼多問題 我們今天非常難得 我們邀請到這老師他非常的知名 對 而且他其實跟很多的大排藝人合作過 像劉若茵啦 有多少人想要請老師 上節目都沒有辦法 你看看我們電視業節目 他二不二話不說 一不容辭就馬上來 就是來教同學 沒錯 所以今天大家把握機會好嗎 好 OK 我們歡迎台灣知名造型家父 凡文老師 大家好 哈囉 老師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凡偉 看老師就很開心 是的 對 就覺得要變漂亮了開始 老師 那聽完剛剛同學們 他們有分享他們一些穿衣的困擾 穿搭上的 有沒有一些意見可以給同學 我覺得其實 人沒有天生就是一定好看的 可是呢 選對衣服 穿對比例 懂得自己的風格呢 穿出自我呢 你就會是最 最帥的型男最美的美女 哇 對不對 每個人都可以是型男美女 沒錯 所以老師 今天我們第一個單元呢 我們就要來教同學 電視機前面的同學也是一樣 要來 怎麼樣來一個 穿搭術可以 對自己的身材會比較合適呢 對 但首先我們就可能要從 先比較 以我的比例啦 就是比較胖的 對 其實比較 很多胖的人都想要說 我想要穿比較顯瘦的衣服 也不要說胖的啦 就是比較豐於身材體型 因為我們應該要怎麼樣穿起來 肥沃的嘛 比較豐於的體型 穿起來怎麼樣身形會比較好看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其實齁 在座的同學 也代表各種不同身材類型 環肥厭壽 對 那第一個主題 豐於組的請出列 豐於組的 歡迎收看主持人跟阿卜斯 保佑老師 我們在這邊有一個問題 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對於身形比較豐於的同學們 他們應該 有一些怎麼樣的小技巧在穿搭上面 其實豐於是最重要就是要怎麼樣遮醜 對 遮是很重要的一個學位 所以你只要其實呢 其實我也是很胖的 其實你只要遮對的話呢 其實就會看起來會瘦的 那穿對比例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胖跟矮的人呢 是穿對比例的話呢 可以讓你少了5到10公斤 哇 喔 差那麼多耶 10公斤很多耶老師 10公斤是比較難一點點啦 5公斤一定有 10公斤就要再靠一些特殊的一些 輔助 喔 這個有趣喔 那就我們現場三位同學 現在豐魚族的同學 對 我們已經派出了這三位比較肥沃的喔 對 所以你們排的是漸進式嗎 就是 小豐魚 中豐魚 大豐魚 對 不要亂講 沒有啦 我還穿束褲勒 你穿束褲了嗎 還沒 所以你穿束褲可以少幾公斤 好像一樣耶 視覺上 視覺上少幾公斤 視覺上我覺得好像束褲有時候還會看起來更 更腫 沒錯 妳知道為什麼嗎 不知道 其實呢 穿束褲呢其實是要穿 對 因為穿束身衣的時候呢 你穿錯的時候呢 因為你可能把你覺得你要胖的地方呢 你變瘦了 比如說腰 但是你把腰的肉呢 往上下擠了之後呢 你的臀部就變更大了 喔 所以呢 穿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比如說如果你穿腰褲的時候呢 其實你可能下半身就不能穿窄裙 你可能就要穿A字裙 那這個時候呢 你的肉才會有地方可以去藏著那個地方 那如果說你是要穿窄裙的時候呢 你可能穿腰褲之外 你還要穿束身褲 這樣才能夠把你所有的肉呢變不見 這很重要 穿錯的話呢 反而會變更胖 那其實今天同學們 你們好像有戴一些 平常自己覺得 穿起來會比較顯瘦的衣服對不對 剛好老師在這邊 我們給老師檢查看看 我看一下你們的衣櫃裡面有什麼衣服 對… 稍微指導一下 我們從君君開始 好的 君君妳的衣服在哪裡 在這兒 好 快快快 來給老師看一下 黃偉老師從君君的衣服中挑出了一件 真正適合她的衣服 老師說 只要君君穿上直線型的衣服 就會有明顯的效果 真的假的 君君趕快去換衣服吧 一直想要成為辣媽的阿布斯 原來衣服一直穿錯 這樣是會步入身材缺點的 老師選了連身洋裝 要幫阿布斯變成辣媽 看到死邦二話不說 老師馬上拿出皮脂量死邦的腰圍 哇塞 41.5吋啊 這下老師遇到難題囉 這個時候要靠男性做生衣才有辦法 希望老師的法寶 真的能解救死邦的身材 哇 感覺上有瘦一點 可是你鞋子如果再換一下會更好 這個時候呢 其實呢 高跟鞋呢 其實可以讓人家瘦 1到2公斤的 你換高跟鞋 來 直接換了吧 對 好了嗎 已經好了 其實呢 這個時候我們看她 就會取起來很瘦 所以你還是 有個地方還是穿錯了 記得 風雨的女生呢 要讓你的腿變瘦的時候呢 我們在穿緊身褲 或者Laggin的時候呢 其實很重要的一點就是 你要把你的腿是無限的延伸 所以 這時候呢 我們有地方要改進一下 好 其實呢 我們在穿 來 你腳起來一下 其實我們在穿 在穿褲子的時候呢 我們要把褲子呢 拉下來放到腳跟下面 好 好 盡量往下拉 為什麼呢 因為這樣子呢 可以讓你的腿呢 變得更長 好 好 OK 其實呢 這個時候呢 你會看來 我們拉長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腿 這條腿是比較長的 我們兩邊看一下 真的耶 有沒有 那記得呢 其實你要讓 因為如果 尤其是腿短的人 或是說 腿比較 胖的人 你要讓你的腿變延伸的時候呢 記得在穿Laggin 或女仔褲的時候呢 我們要讓我們的腿呢 盡量的無限的延伸 在搭高跟鞋的時候 你也盡量是 選這種就是低腳背型的 這種前面是低一點的 不要到這個 腳背會露比較多 腳背露多一點的 這個時候你的腿 比例是到這個地方 所以視覺上呢 你的腿就會拉長了一兩吋 差很多 哇 有沒有比較瘦 看起來比較瘦 有 來 走一下 我們來秀一下好不好 秀一下 1 2 2 請 改造為我的君君喔 好可愛喔 不過左腳這樣看起來 真的比較長耶 對 其實真的是 鏡頭上看起來 好啦 那我們謝謝君君 請回座 謝謝 真的是完全大改造 部落婦女的代表 好可怕 好辣喔 超辣的 他不好意思 這盒子是 盒子是瘦了 這個整個人都變年輕了 老實他這樣一整個看起來 還有哪邊還需要在 還是鞋子 其實呢 鞋子加起來會更好 來 真的喔 你的鞋子 來 我們現在穿一個 可是呢 其實呢 穿對比例是很重要的 其實呢 你只要把你的比例穿對的時候呢 其實人就會顯瘦 就很 沒關係 透一下 這次有拉長的時候呢 你就會顯得很瘦 OK 這個時候呢 其實呢 你只要搭對了圍巾 其實呢 你現在 你幫我拿一下下 謝謝 其實呢你的問題是因為 你覺得 你有手臂也遮了對不對 對 那背也遮了對不對 對 可是你的肚子還在外面對不對 是 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用一些圍巾呢 的技巧呢 讓你多三次搭法 讓你看看是瘦的 好 來我們來試一下 好 OK 我跟你說 我就是 之前其實有在工作的時候 跟法華老師碰過 對於他就是 把一條布啊 可以修飾成人的樣子 就是 真的 很貼合完全 欸 這樣我覺得 這樣就有種 真的很厲害 很簡單耶 只要兩片這樣子 別針別起來就好了 我為什麼要這樣抓呢 其實呢 我們先把它的小腹呢 遮住之後呢 我們抓一個層次 這個層次呢 其實是可以修飾你的小腹的 因為呢 這樣子你就會發現說 其實你的裙子呢 是有 有立體感的 而不是你的肚子有立體感的 這時候就可以修飾它 而且呢 記得呢我們四樣圍巾的 那個肩的那個修飾感呢 讓你的身材呢 會層層到V型 到V型的時候 你就會無限的延伸拉長 哇 這是很重要的 漂亮 那記得 風雨的人呢 穿這樣子的衣服是對的 因為呢 深V或是大圓嶺呢 可以讓你的臉顯瘦 可是呢 所以 臉顯瘦的時候呢 其實 你就已經贏了第一步了 對 所以你這樣搭是最適合的 先戴對衣服 哇 我們請漂亮的布斯 往前走一下 一樣來走個秀 給大家看一下 來啦 搶救部落中年婦女大計畫 大成功 好可愛 哎呀 好漂亮 真的 氣質整個加了很多分 整個整體這樣看下來 真的是很亮耶 對 好啦 我們請布斯回座 謝謝 謝謝 接下來奇蹟 見證奇蹟的時刻 我們歡迎18 快點快點 給我布齒 快快快 跑步 跑步 給我布齒 我想知道他現在到底體育 可能你弟覺得有瘦嗎 欸 我覺得老師 你那個真的很魔術 那件衣服 真的嗎 我發現我的小腹 所以 欸 這樣看吧 你有沒有發現 剛剛本來是凸的 已經有一點那個身形開始 你現在是放鬆嗎 沒有 他真的是這樣子的 他會把它竖起來是 你看 我捏 欸 你看 像是軟的 有沒有 我沒有很刻意的那個吸氣 所以 而且 老師我發現喔 這個地方喔 因為我這邊 因為我這邊有一些就是 比較多汁的肉 就是腰內肉 腰內肉嗎 我發現這邊 他有稍微把它修飾掉 沒錯 交到現場觀眾朋友 就是萬一 男生穿塑形衣的時候 女生要塑身衣 男生塑形衣的時候 要從下面往上穿 欸 是這樣子 男生是要從下面往上穿 對 都是一樣 其實也有一下往上穿的時候呢 其實你可以把你的肚子呢 一些肉呢 不小心呢 移成胸肌 喔 往上堆疊 欸 老師 對 你講到這個 我剛剛突然這樣穿上去之後 我發現 我不知道我一直不想要 這麼的坦胸 但是他就是會一直讓我坦胸 真的嗎 是嗎 那我現在 好 那我現在量一下看 你到底現在是多少 對 好 41 41.5% 好 等等等等 緊張緊張 各位 見證奇蹟的時刻 耶 屎邦的人生到底能不能過得重生呢 欸 40 40 我少一點 那下面你看看 好 有耶 還是40 還是40 對 對 所以應該就是像老師講的 他穿的方式可能有錯 其實0.5吋你要瘦多少公斤 你知道嗎 0.5吋的腰圍 至少要瘦3公斤以上 其實現在已經差不多 已經有瘦3公斤的樣子 看起來視覺上瘦3公斤 真的耶 我覺得真的這個衣服好神奇 那我現在講一下衣服 就是穿了塑形衣之後 你的比例還要抓對 比如說你現在衣服呢 上半身太長 下半身太寬 所以你會更胖 所以這時候呢 我教你一點小訣竅 來 如果你把上衣呢 穿短一點的時候會差很多 結果穿了那個塑身衣之後 只有瘦0.5吋 短一點比較好看對不對 在抓的過程當中 對 其實呢 我現在別的就是建議 你下次買衣服的時候的長度呢 你可以自己想清楚 在買衣服的時候其實呢 如果說真的買了衣服 是舊衣服的話呢 其實在家裡面可以自己DIY 做一些修改 我先把一邊折短 做個比較啦 對 做個比較 好 其實呢你這樣看起來呢 你這邊就會顯得比較瘦 為什麼呢 其實呢 你讓你的身材 因為呢 你的肚子 你的最瘋狂的地方在這兒 所以呢 記得呢 你的衣服絕對不能穿 是到這邊再長下去的 所以到這邊呢 就這樣短一點的時候呢 這時候呢 會讓你的肚子呢 不會有更凸的感覺 視覺上就會肚子跟下板呢 會同一個消失點 這個時候你就不會覺得說 好像我挺了一個 三個月的那個 生育出來這樣子 我們來走一下好了好不好 來 一 預備 開始 哇 小了一寸的石邦 好啦 我覺得真的 穿了這個衣服會有自信 好啦 開始親妳了啦 給我自己給妳 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一包 我們請石邦回座 哇 老師辛苦妳了 她是真的蠻難的 不過她可以瘦 一吋的時候我覺得已經差很多了 喔 真的 欸 各位同學 我們現在其實才開始第一個階段而已喔 欸 後續我們再休息一下 待會兒回來再回到我們最精采的 電視夜節目 教弟怎麼穿衣服啊 直接送妳5公分 哇 謝謝老師 這個很棒 對 沒有 要跳舞在過半啦 好潮喔 嗚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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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來了 真可憬 嗚嗚 哇 你給我回來 发發風災後的盧凱族阿里部落 被剔為災後特定區域範圍 牽村的議題考驗著一個民族的智慧 族人是如何用自己的方式 找到回家的路 10月17日 週三晚間 元氏邀請您 與我們一起觀察 不同的生活現場 尋找原住民影像生命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是壯士阿盧巴 什麼事總是帶著我刷本 星期五先生 星期五先生 下次我想要當高鐵人 MUZI到天亮 想聽我們的音樂請到 MUZI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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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怎麼樣穿搭 矮的哥子我是非常有經驗 因為我哥子也很矮 我也是 我本身也是這方面 那我怎麼去克服呢 對 其實 我們看他同學的問題在哪裡好了 你的問題在哪裡 我是比較瘦高型 瘦高型對不對 其實你最簡單 其實那我只要給你一件呢 應該說瘦的人 其實在挑選衣服的材料很重要 你只要穿對衣服的材質呢 其實會讓你看起來不會那麼的扁 比如說我給你一件T恤 其實你很簡單 你只要換上一件這個T恤 我今天不看你的衣服 其實你只要換上這個T恤 你就可以讓你看起來比較有肉 因為呢 其實呢 記得呢 比較瘦 比較感覺好像嬌小 沒有份量的同學呢 其實呢 你可以選質料呢 可以選厚一點的黏 或者挺一點的質料 這時候會讓你看起來比較有份量 老師 這是類似像毛巾布的材質嗎 對 就是一個很普通毛巾布 只是它的材質厚一點點 你穿起來呢 就讓你覺得看起來會胖一公斤 喔 我試覺得上面喔 你去試試看 你只要換上半身就可以了 好的 上面趕快就開始換 好 謝謝 謝謝 快快快 來 來 謝謝老師 這位很明顯的就是小褲子 你跟我差不多高耶 是嗎 對 不過我 不是我有加鞋墊啊 所以呢 你的問題就是 你覺得你要讓你看起來比較高一點嗎 再高一點 因為我比較喜歡那種歐美的感覺 歐美 我送你呢 同學們今天這次賺到了 我直接送你五公分 哇 謝謝老師 這個很棒 對 然後這個五公分呢 其實呢 你還可以看你的鞋子啊 去做兩公分 三公分 五公分 基本上你就換鞋子 你換上鞋子之後呢 然後呢 這個時候 記得要用這樣子 秘密武器的時候呢 鞋子一定要大半號 喔 要大半號 喔 或者是呢 前面是綁鞋帶的 會比較方便 有空間 有空間可以讓你穿起來比較舒服 那我覺得你可以穿你 我記得你有個軍靴對不對 對對對 對 你把這軍靴呢 放進去之後呢 拿出來呢 我再把你的褲子呢 重新塑型一下 你感覺上就會變高很多 就換一下 好 期待 接下來 珍珠 我的問題就是矮 我很矮 還有瘦吧 我很矮 妳也很扁 我先幫妳 先給妳一雙鞋子 我覺得妳換一雙鞋子其實會差很多 其實妳先換一個這樣子高的鞋子 哇 很高 她跟Jolin是沒有兩樣的啊 真的嗎 怎麼說 老師 其實Jolin也是很嬌小 其實Jolin就很會穿衣服 她就只要把她比例穿對的時候呢 其實妳在螢光幕上看起來就非常高 整個會就很長 沒錯 其實只要抓對比例其實 就是每個人都是有完美的比例的 不是說一定要180才是最帥的 或是最美 不一定的 其實高有高的困擾 還要有的困擾 你知道我們有些高歌朋友是五五身 她也很困擾喔 妳說後面的型男嗎 還沒想到 我不知道 待會兒 待會兒才知道 就有些朋友是這樣子 對 好了沒 這鞋子不是很難 穿不上去 所以妳剛剛都不太平 記得鞋 對 布子要拉長 其實 要順 對 其實像珍珠的問題 其實妳就是只要把比例拉長之後 其實大家是羨慕妳的 天啊 這是最簡單的一個 然後呢 如果說妳的臉呢 想要再瘦一點的時候呢 記得呢 我們上面的頭髮可以再拉高一點點 這個時候呢 妳就會變瘦了 記得側面看一下 我稍微講解一下 記得側面這個頭髮呢 我們可以從我們的 這個臉部的線上去 這個記在最高的地方呢 妳的側面的時候看 就會有一個V字臉 從臉的那個臉頰線條 這樣子往上延伸 沒錯 沒錯 所以呢 妳是最簡單的 妳可以回座了 謝謝老師 這樣就可以了耶 她這樣就可以了耶 我不要走秀嗎 對 要走秀 她的要求 我要走秀 不是 因為不讓妳走 就是會讓太多人嫉妒啊 好啦 來 都歡迎 哇 部落界的蔡依林囉 秤主 Woo 搖牙 哇 妳給我回來 要走什麼 所以啊 其實我覺得 只要選對衣服穿對比例啊 其實自信 有了自信之後 其實每個人都是最美的 真的 OK 來 曾珠請回座 剛剛那兩位同學 好像已經著裝完畢囉 好 也不歡迎小美 小美 欸 這樣看起來好像真的比較壯 上半身肩線那邊很明顯 對 好 裡面還有內衣喔 你怎麼擺內衣鍋呢 其實呢 其實你只要選對材質呢 其實就可以讓你看起來 看起來呢 會更有分量的 記得穿衣服呢一定要穿 對 比如說你像這麼瘦呢 絕對不要讓衣服全部都 垮的劈在衣服上 好像在人材上面 其實你要有一些皺褶讓你看起來有分量 比如說你可以把袖子拉起來 這個就是厲害的地方了 哇塞 然後袖子拉起來之後呢 盡量讓這個袖子呢 在手腕的上方 這個時候呢 會讓你覺得看起來有肌肉感 有有有有 才不會覺得是瘦瘦的 嗯 好 诶 當然有trouble找老師來幹嘛 那我等一下訂過100件好了 所以其實只要選對材質呢 其實是ok的 所以你下半身下次選的時候呢 剛剛是誰的褲子 剛剛是 嗯 剛剛正環的褲子 正環的褲子其實它的版型就很適合你穿 你不要再穿那麼瘦的了 因為你想要變胖一點呢 可以就是臀部以上的線條呢 可以拉直之後可以寬鬆一點 這時候你看起來就會比較有份量 喔 其實很簡單的 來 一樣 小美 來走秀一下喔 好 奇怪 那個鞋子的毛 他精心搭配的 他今天精心製作 因為他想說今天是做那個穿搭課有沒有 所以這是選服裝課的嗎 沒有 沒有 這因為我以前高中是 有在做走秀這部分 然後衣服都要自己做 好嗎 我在缺助理啊 你可以爬就講 等一下再留電話啊 OK 謝謝 接下來我們歡迎正環 正環 整個人自信都來了是怎樣 走的不一樣喔 很有彈性喔 你變高 很軟嗎 欸 有高一點喔 有欸 整個鞋墊非常的有彈性 好 其實呢 你現在穿上鞋子OK了 可是你的腿還是很短對不對 其實呢 這時候你的褲型是很重要 來 我們在側面好了 我來教大家怎麼樣把你的褲型選對 OK 哇哇 這個時候呢 其實 這種褲子呢 其實 大家會選 讓你整個人會壓下來 記得我們選的時候呢 在 臀部切割一下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讓它縮 瘦一點點 這個時候呢 也可以讓你的臀呢 變比較往上踢 往上踢的時候 腿就會變長 而且這樣感覺屁股好像有變翹耶 對 其實一般人都覺得說 我屁股大或怎麼樣 我就要穿寬一點的 想說不要被發現 又要遮啦 一般人想要的方式就是遮 欸 這樣一抓整個就行對越來越明顯了 差好多 差好多喔 真的很厲害耶 是你只要 旋內擺現的時候 你的臀部呢 我們先看 先看這一邊好了 來 好 這一邊呢 你的臀部 這是沒有別的那一邊 你最胖的地方是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對 所以你的腿呢 是從這個地方到地上 轉過來這邊 我把你提高之後呢 你的臀部最高是在這個地方 所以你的腿就變長了 對 然後呢 正面看的時候呢 那你的腿就一瘦一細 對 是不是 給鏡頭看一下全身 對比一下左右腳 哇 這個差很多 差很多 這個在學名上面好像叫下腿 這差太多了啦 再高一點呢 頭髮可以再加一點變化呢 也是不錯 對 她的頭髮 哇塞 老師真的是整體造型耶 哇塞到五分 這應該有180了吧 很誇張 一個誰180 講話要憑良性喔 但是我在看電視欸 她自己還補說這樣弄一下就190 因為我本身的比例是180 她心裡有就好了好不好 這樣看起來不一樣 嗯 那記得 記得 想要併高的同學呢 頭髮呢 兩邊一定要縮緊一點 如果兩邊呢 一定要往 上下發展 不要往左右發展 喔 才往上延伸 盡量把那個 臉型跟頭型把它拉長就對了 嗯 對 這樣就OK了 或者呢 如果說你戴帽子的時候呢 欸 你剛剛的帽子呢 如果你真的一定要戴帽子的時候呢 我建議大家呢 帽子呢 你剛剛戴是戴錯的 喔 我想你應該很少逛街 這個時候呢 老師 這樣剛剛好的時候呢 是非常舒服的 可是呢 是不會增高的 我不曉得你有沒有在東區看到 大家都戴得很高 對啊 好像古裝一樣 其實為什麼呢 它其實要讓你自己可以增高很多公分 喔 OK 帽子也有這樣的功能喔 對啊 就每個人都很像是官有沒有 古時候的 等一下 欸 欸 通心的 尤其潮男的部分 潮男的部分 潮女老師 現在東區看到很多人帽子戴那麼高 其實我一開始我也不太懂 其實最主要就是 其實戴高之後呢 其實你上下加起來 你這樣至少高了10公分吧 哇 真的嗎 沒有 他戴完帽子我們兩個比一下 來 我們來比一下 真的耶 沒有想到我182公分 你就跟我一樣高 真的喔 他太平視了 平視了 所以其實只要變高呢 就穿對比例是很重要 是 哇 真華來走個秀吧 走個秀一下 欸 Gaspi啊 Gaspi 沒有 又夾舞的部分啦 好潮喔 好hold的 好hold的 我看到鏡頭真的是 大小腿欸 對 所以你回去把這褲子改一下呢 好 就可以增高很多了 謝謝老師 好 謝謝 謝謝 你們以為只有這樣子而已嗎 接下來還有更多的穿搭 說要在下一段的節目 來交給大家 休息一下我們再回到 電視業節目 這位同學是不是緊張到穿反了嗎 對 你穿反了是不是 穿反了 我剛剛 因為我一直覺得他們脖子的那個線 我是穿反嗎 快去的不得了 快去的不得了 唉唷 唉唷 他落住胸口的部分 好久以前 1999 第一次我來這邊的地方 第一次我來這邊的地方 每次我來這裡 我經常通過 但不要浪費太多時間 沒有機會 沒有機會 和之前很接近 少主 但是我真的特別開心 因為今天是剛剛好 我的機會 可以聽一個 嘟嘟嘟的音樂 這是緣分 所以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在沙漠中 今天是一個很特別的日子 人情因那麼深 叫我千萬能放手 只想再聽你說 你永遠愛著我 你永遠愛著我 我變成了 我永遠愛著我 你永遠愛著我 你永遠愛著我 我永遠愛著我 你永遠愛著我 然後你永遠愛著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欢迎回来电视夜间 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穿搭树呢 我们一样继续邀请凡文老师来再为我们做教学 是的 这一个单元呢 也就是我们的型男 是型男吗 没有吧 其实他是说在身材 就本班的八位同学来说 他们两个人的先天上面的条件是比较好的 他们根本就已经是帅哥了 来干嘛 我觉得他在来踢馆的嘛 是我 我还是要稍微再改造一下 因为其实他们有条件 但他们不见得知道怎么打扮 或是再让自己更加分 其实你们已经是M2了嘛 M2 M2 M2是什么 一个团体啊 对啊 老师先帮你们想好了未来的规划 可是还是有一点自己才知道的困扰 你的困扰是 比如说 像我就屁股没什么肉啊 比较扁是不是 对啊 从后面看的时候就觉得 诶 怎么好像屁股 可是帅哥都看前面才有看后面的 他就是想要整体加分了 没有 干嘛是不想告诉他 对吧 前面也有啊 对 前面也有困扰吗 就是因为我们就是有在做练健身啊 然后两侧肌肉会比较发达 然后胸口就会比较塌塌的那种感觉 嗯 穿衣服的时候胸口就好像 山谷般的是不是 就是你的身份外扩就对了 内奥啊 外扩 是可以这样说啦 干嘛是哪肌肉 好 其实很简单 其实我跟你说 其实在做运动的时候 其实呢 嗯 你在做运动的时候 其实要穿一些辅助的衣服 嗯 因为在练的时候呢 其实你在练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吃一些 特别让肌肉 高蛋白质的 高蛋白质的 对 这个时候呢 其实呢 因为呢 每个人的失利点是不一样的 在运动的时候 所以其实你要辅助 你让你的肌肉呢 变集中 哦 然后呢 对于你说你觉得你的臀部不够翘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很简单解决 只要你选对了衣服 你记得是行男嘛 对不对 对 你现在走行男路线呢 我就让你当做 韩国的Super Junior的偶像团体 哇 反战了 反战了 完了 哇 变身成韩国偶像团体的部分 实在太令人振奋啦 樊卫老师还热地为师姐 准备了一件行男衣 在老师的感召之下 师姐真的会变成更帅的行男吗 老师我现在的问题就是说 太帅了吗 蛤 好啊 问题是太帅太完美了 大家知道就好 大家知道 欸 不要骄傲 不要也谦虚 他夸不得 他不能夸 对 不能夸啦 你看 我的 就是说虽然高 可是我会有一点小副跟样 中广 嗯 對 我這個部分比較大 其實還好啊 我覺得你可以回家了耶 真的嗎 對啊 就比日子不用改造了 你的改造是不是要留給他改造呢 他飛起來了 我也比較想看 他飛起來了 你也可以算是型男的一種喔 好啦 開玩笑 其實呢 肚子是最簡單的 其實你還好 其實你真的還好 不過呢 其實你只要穿一堆衣服 其實是OK的 你的衣服在哪裡 我先看一下你的衣服在哪裡 你的衣服 來 自己拿給老師 好 從家翔平日的衣服中 老師挑了灰色背心和休閒上衣 搭配素行衣 老師不斷吩咐家翔要穿對方向 只是家翔好像搞不太清楚耶 來 要穿進去 這個時候你就會少很多了 記得要怎麼穿 知道 往下穿 往下 游下 往上穿 游下 游下穿 快點 去換衣服 去換衣服 好 詩姐好了是不是 快 來看一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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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他這樣子的 穿搭 來 穿搭 可是呢 這穿衣服呢 其實還要穿對衣服 就是你這樣穿的時候 你這樣穿是沒有型的 來 記得要怎麼穿呢 來 調整一下 真的 不是只穿上去而已耶 你知道 這樣摺一下就 衣服不是只有穿上去就好 只要穿對 也是很重要的 嗯 肌肉出來了 好 這個時候呢 其實我可以給你一個 一個項鍊 在上面 你有穿瘦型衣嗎 有 你有沒有覺得你胸部比較集中了 來看一下 整個感覺平面是比較均勻 胸口就覺得 有那個 其實在穿的時候呢 其實下次 穿這種 塑形衣 塑形衣的時候呢 嗯 塑形衣的時候呢 記得呢 男性也是要撥的 他們在做運動其實 失利點的關係 其實如果你穿著他做運動的時候呢 可以讓你的肌肉集中的時候 其實你的肌肉發達的 就是發達跟不發達的地方呢 他會幫你去做一些調整 是 因為那個時候你的 你的失利點呢 就會平均一點 這個時候你就會練成 比較完美的胸肌 哇 不過我看到其實 師姐你 就穿好衣服之後 我覺得你 太 怎麼講太孤了 你要趕快再稍微挺一點 對 而且這個時候呢 他最主要緊張是後面 我們看 他這個地方可以讓你整個臀部會變翹 其實這樣就OK了 哇 怎麼感覺 這完全就是運動員的那個屁股 我不知道同學感覺這樣 我這樣肉眼看 那個胸部的部分 真的是差還蠻多的 有有有看到 對 有沒有 就有集中了 集中然後感覺挺起來 當然啊 都忘記我們剛剛講話了 對啊 好啦 我們我們再走個秀好不好 多少人會進明信片來 型男絲姐 帥氣得不得了 唉唷 唉唷 嗚 還落住胸口的部分 其實呢 我剛剛為什麼要讓他搭一條項鍊的原因呢 其實呢 像他這樣困擾的 就是胸肌呢 就是 只是旁邊比較發達 中間比較凹的時候呢 穿衣服呢 他就會有這個困擾的問題 其實這個時候呢 你搭一條項鍊呢 是很好的修飾 對 這個項鍊呢 可以讓人家視覺轉移 就不會說好像覺得 你的中間是凹的 都會看到是 欸 你凹的地方有一個東西 有一個飾品去輔助他 這個時候你感覺 他就會 旁邊的胸肌跟飾品呢 成為一個平線 會比較平衡 比較平衡 就不會覺得你的胸部呢 更 因為注意力其實會把往下放 對對對 會往下放 沒錯 這是一個 視覺上的調整 其實就差很多了 我剛剛穿那個衣服的時候 還是覺得 就是 很困難耶 只有喜幫比較不困難 其實很困難表示 你就穿對size了 喔 喜幫應該超 好 穿一下s號 試試看就是 史邦是因為他的手臂 他的力量也比較大 比較大 對 OK 好啦 我們謝謝四姐 請回座 我們現在歡迎下一位型男同學 好了嗎 來吧 加翔 加翔 來 新男 唉唷 唉唷 很緊張嗎 下次可以當model 不用緊張 不用緊張 下次當model 其實穿衣服的時候呢 記得 我們這樣剪裁呢 可以讓你肚子變瘦 有瘦一點啦 有瘦了 記得呢 為什麼我要穿這個襯衫呢 其實它有一個原因 就是它可以讓你的視覺上呢 中間呢 會差很多 這位同學是不是緊張到穿反了嗎 對 等一下 你穿反了是不是 我穿反了 我看我看 因為我一直覺得他們脖子的那個線 我是穿反嗎 我不知道 你真的穿反了啦 他穿反了 你再去換 因為你知道嗎 他剛剛穿太受氣 你整個 快點 我們這裡的同學 就這麼可愛啦 是 來吧 這樣才對嘛 看到脖子了 好 其實呢 這個時候呢 我給你這件衣服 其實它其實是可以 欸 怎麼這麼低啊 它其實是可以當內搭的 然後你可以 穿完 穿完之後 其實它肚子會變平的 嗯 平很多的 真的有耶 真的有變平對不對 你自己肯定有變平嗎 還蠻近的 不好意思 當天是先看你的肚子 其實呢 它是有效的 這時候呢 再穿衣服呢 再加一點小修飾呢 就OK了 這個要扣起來 對 扣起來 因為扣起來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要把 你最胖的地方呢 做一點點小修飾 對 而且老師剛好說 不要同色系的 它這個扣子跟它的顏色 其實是有跳開的 然後呢 袖子我們要捲一下 捲袖子真的是很厲害耶 你知道 捲袖子的時候呢 記得不能像豆干一樣這樣捲 這樣捲呢 是很out的捲法 一定要把這個放上去 完了 把這個袖口 最美的袖口流出來之後呢 我們把這邊捲上去 喔 我都是很out的那種捲法 對啊 所以我們今天這樣學訣竅啊 因為這樣子呢 這樣的時候呢 我們順便把這個東西再翻下來 它就有一個層次 就是滑邊 才會覺得好像在摺豆腐竿 是是是是 來 另外一隻手一樣 來 不要一直往後退嘛 不要緊張 它很緊張你知道嗎 對 不用緊張不用緊張 嗯 這樣子完了之後呢 其實我給你一個 我給你一個很厲害的背心 很厲害的背心 有多厲害 這個時候呢 它可以讓你的衣服呢 變更有層次 可是呢 會 會 視覺上呢 轉移 不會覺得你的肚子變大 喔 欸 其實這種多層次的衣服啊 我自己個人也很喜歡 但是 你知道有時候搭不好會很像 就是腦筋有問題 你知道 真的啦 我不是在開玩笑 會嗎 就是 會會 對不對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是剪裁上的 然後還有就是色塊上面的 的搭法也是 好愛喔 欸 這樣真的很有型欸 這衣服好好看 帥啦 帥不好 更像那個 加分 加分 這種不規則的剪裁真的好好看喔 好好看喔 因為呢 其實呢 有一些小肚子的男生或女生 其實這樣可以用 拖浪型的剪裁呢 去修飾你的肚子 這個時候呢 大家覺得 大家會覺得說其實呢 是衣服的層次 而不是你肥胖 對 好好看 真的 你自己看 怎麼辦啦 那麼帥 有沒有又在跟加分有沒有 沒有 沒有 不要冒犯好不好 然後呢 還沒完 還有 還有 喔 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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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其實呢 記得呢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多層次呢 的搭法跟配件呢 讓你的視覺呢 讓別人覺得是 都是你穿得非常 非常有設計感 而不是覺得你非常胖 對 甚至你就達到目的了 好 好 歡迎我們家鄉 來走秀一下 好 耶 帥氣 帥氣 要拿嗎 你這個家鄉 剛好沒有tag到臉 對 剛好沒有tag到臉 怎麼辦 欸 真的很帥耶 對 對你知道 整體這樣看下來 而且感覺他原來的衣服也是加分 然後質感上面增加很多 我們的馬 志祥馬島也要擔心 如果有時間的話呢 你的下半身呢 再換上你的鞋子呢 再換上那個鄭嬛的那個靴子呢 你就更酷了 哇 酷 那天老師的建議等一下跟鄭嬛商量一下 我們謝謝 謝謝 謝謝老師 好厲害的老師 我相信啦 電視機前面的那個同學呢 也一樣喔 老師在講解的時候 快點快點 有什麼那個黑色的 憋一下喔 沒關係 只有窗簾啊 也扯下來的 都有可能啊 來不及的話就記一下筆記 你以為只有這樣而已嗎 對 錯 我們再休息一下 凡文老師還有東西要來交給我們 那我再回來最精采的 好好看喔 好厲害耶 這樣就是 你可以讓你衣服感覺好像是 裡面穿一點襯衫 露一點點層次 這個時候你就覺得 你不會覺得下面太單薄 有有有 老師 請問一下 那個中間亮亮的 會不會也 感覺效果也很好 如果更亮一點的話 如果這邊再亮一點 對 其實更亮也OK 可是這樣更亮一點就不行啦 因為你有小腹 所以 會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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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已經快點出現 我會覺得 我會想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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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冠 我们在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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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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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我今天的穿搭課真的是學到非常多 然後接下來這個部分呢 是凡尾老師的拿手 因為我們在穿搭上面 其實配件占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對 沒錯 其實呢 有時候人 剛才我們講那麼多 講那麼多不同的示範對不對 其實呢 如果說真的 你不想要換新的衣服 買新的衣服 其實也可以用配件呢 改變一點的小品譯 然後有時候你在約會的時候呢 會讓別人覺得說 欸 你今天好像跟平常不一樣 或是讓你的男朋友或女朋友 會覺得說你今天好像特別有打扮過 其實你再加一點點小東西呢 就覺得會有一點點小巧思 會讓你的另一半呢 會耳目一新的感覺 真的嗎 那老師今天有帶來視頻嗎 其實我們可以先找兩個同學好了 我覺得 我們可以找小美跟珍珠好了 好 小美跟珍珠 兩位同學請出列 站到中間的位置喔 好 像小美今天呢 其實她穿得比較單薄對不對 可是呢如果她今天是特別一個 比較想要一個 給別人不一樣的感覺 其實在秋冬呢 我們可以善用圍巾 圍巾 讓圍巾呢 讓自己覺得呢 好像有一點點 練練風情的感覺 是 而且其實 電視機前面的同學也是一樣 自己應該都有圍巾嘛 對 其實圍巾呢 其實大家很可能想說 圍巾呢知道怎麼搭對不對 其實我們最好用的呢 當然是四方巾是最好用的 四方巾 因為四方巾有很多很多的打法 那今天呢我讓妳變成型男呢 所以呢我可以用 三角形的 V字形 反過來 正V形的打法 OK 我們來看一下正V形的打法是怎麼樣 首先呢我們可以把它對摺 對摺 對摺 快快快 快學起來 睜大眼睛仔細看囉 可以看 好 對摺之後呢 其實呢你會發現這個太大對不對 對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這個地方先 反折起來 反折之後呢 再戴上去 哇 哇 欸 那記得呢 你覺得它很大對不對 可是呢因為呢在日本呢 它其實這個時候呢 這樣子的打法呢 你站好嗎 這個時候呢我們這邊捶動的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可以讓它捶一點 然後呢往後面再綁到前面過來 從後面綁到前面 好 拉到前面是不是 有耶 這樣子的部分 很有趣 然後麥克風拿下來 很勇俊 來麥克風拿下來給它看一下 哇就是慢慢會有一個層次感出來 對 好好看喔 好厲害耶 這樣就是 其實呢 這樣子呢 一件很簡單的衣服呢 其實你只要每天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它呢 它就有不同的樣子 這是一種方法 那如果說你今天呢 你要去參加朋友的派對 可能要狂歡 更誇張一點的時候 你可以另外一種打法 好 再誇張一點點就對了 同一條喔 你要去它怎麼樣來變換呢 這個時候呢我建議大家呢 其實你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 小裙子來用 小裙子 其實呢 在 在 在 各位同學其實應該穿過那種 你們的裙子對不對 嗯 在豐年紀的時候有很多裙子嗎 有有有 它是這樣子來用會非常好 OK 這是PARTY的時候耶 對 請大家耐心而等待耶 其實只要簡單的一個步驟就可以把那個 對啊 而且這同一條就是有很多的變換耶 哇 其實在用的時候呢 最主要是讓那邊層次感 這個時候呢 你就 因為你的 你的困擾是你覺得下班 你真的太瘦對不對 這個時候你可以讓你衣服感覺好像 你穿一件襯衫 露一點點層次 這個時候你就覺得 你不會覺得下面太單薄 有有有 其實很多用法的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方式 哇 好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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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啊 好好看 直接去參加PARTY了 好啊 那接下來 那珍珠這邊呢 珍珠呢 珍珠 因為今天穿的 她今天來穿的衣服 我覺得是非常優秀 謝謝 穿得非常好 可是唯一的缺點就是 全身都太黑了 對 只有這個地方有層次感 那如果你去約會的時候呢 大家 就是現在已經 我們今天錄影 是已經過那個時間了 是還好 對 如果你在不當時間出現的話 你就覺得你是誰 可以嗎 這時候呢 你有聽懂嗎 我建議大家呢 可以用一個腰帶 因為你今天喜歡毛釘對不對 可以用皮跟毛釘的元素呢 讓你覺得人呢 看起來腿在拉長一點點 因為你現在呢 雖然說我們已經用高跟鞋 把你的腿拉長了 其實呢 你出去的時候 你還是可以再用一點小配件 讓你的腿比例呢 上半身再更短一點 因為你現在看起來很收長對不對 可是呢 你是從肩到地上呢 都是一字形 可是如果說你肩到地呢 有分比例 3比7的話呢 腿更長 看起來就更高了 哇 來看一下這個 黃金比例變身法 對啊 而且其實元素都有搭到 你看 紅色系 欸 視覺上要差很多 喔 哎唷 摔腳 等一等等一等 哇 有沒有珍珠整個人期待 哇 哇 哇 這個一般如果出席在原住民的運動會 都知道你要去幹嘛 那記得呢 其實呢 因為其實呢 你覺得你才很瘦 所以呢 記得你可以用皮的東西呢 讓你覺得呢 這個地方不會那麼單薄 然後呢 這個地方拉長之後呢 你在走路的時候有飄的時候呢 其實整個讓你心跳更拉長的時候 這個時候 你的腿呢 看起來是更長的 因為像你的比例是 不是五五五三比例 這個地方 上半身是短的 下半身是長的 所以呢 你不會覺得整個是一個細細的 嗯 筷子 喔 那老師 請教一下 那個中間亮亮的 會不會也 感覺效果也很好 如果更亮一點的話 如果這邊再亮一點 對 所以更亮也OK 可是呢 像更亮一點就不行啦 因為你的小腹 喔 會放蠟 拉一下 等於打燈下你的焦點 有時候問題就是 可以先思考一下啦 如果說 你喜歡亮亮對不對 對 如果你用在高腰呢 就好 就OK 如果你用高腰呢 像 你用在高腰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呢 可以讓你覺得 重點呢 是在你的胸下對不對 那所以呢 大家會看到你這個 在肚子上面 至少你肚子就會變小 所以呢 其實腰帶的 既高跟既低呢 是一種訣竅 那如果說沒有腰的人 沒有腰的人 像 沒有腰直筒型 對 我嗎 所以低腰就差很多 其實我可以示範一下你的 我嗎 耶 耶 我們請我們的 我出運了 造武師的腰身已經旅行很久了 好 我就隨便拿一個皮帶 因為可能今天沒有適合的皮帶 好 那我教大家是 就是說比如說像 像這樣子 大家都喜歡的身材 對 怎麼樣要變更喜歡呢 其實很重要一點 比如說 我們這樣直線型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對不對 這個時候呢 你只要把腰呢 腰先記對了的話 其實你就看起來瘦很多 嗯 可以 媽 我出運了喔 你不要再說我胖了 欸 以後我每天都綁那個皮帶 欸那個feel真的不一樣耶 每天 欸老師你是扣最後一個是不是 當然了一個 欸 欸欸欸欸 好像還超過欸 要不要多打一個洞 不用啦 不用打洞 我們現在看 把它拉 稍微拿一下 欸 你欸的是食物 有腰 欸 有腰 很像一樣啊 可是 我怎麼看不出來 有看得出來嗎 沒有啊 那你真的沒有救 我怎麼辦 真的看不出來 其實照理說是有 有啊 不要示範你好了 那個誰 君君來好了 女生可能會效果好一點 不要示範你 媽 媽 老師這也就一定要說 搶救現場的人 女生可能會好一點點喔 因為你看好 因為為什麼 你看不出來 因為你穿了一個外套 對 比如像 君君 你這樣整個直線對不對 我們可以呢 像這樣子直線型沒有腰的女生 其實呢 加腰帶呢 可以讓你的身材顯得更好 好 來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對 這個就應該還蠻容易看得出來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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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 其實 其實 這位帥哥呢 你只要 不要穿外套其實也是可以看得出來的啦 對啦 你今天虧在你有穿外套 只看不出那個旁邊的線條 其實呢 女生呢 或男生呢 如果說男生當然也可以用 男生的話就可以用毛釘的元素 會好一點 那女生這樣記呢 其實你的腰心就出來了 那記得 在記完腰帶的時候呢 要把前面拉低一點 讓你的腰帶成弧形 嗯 嗯 喔 往下拉一下 成弧形的原因是因為 你的 變成V形 V形的時候呢 你就會腰會變更細一點 喔 這樣就OK啦 相信今天同學都已經學到很多 對不對 對 然後每個人都有被改造到 對 今天的這個實用穿搭素 我們真的學到非常多 而且會感覺 欸 平常覺得私上跟我們有點距離 可是今天凡文老師都是用現場的素材 這個都沒有Re過的喔 對 對 沒錯 對 每個人他看到的素材 就現場幫我們做一個穿搭 而且同時我們凡文老師跟我們講說 雖然我們的衣服 知道該怎麼穿搭 最重要的是從你的內在 就從你的內心 你必須要有自信 就告訴自己說 我就是這麼高 沒錯 我就是這麼的帥 我就是這麼的漂亮 是的 每個人都可以是行男行女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感謝凡文老師 謝謝 嗨 那我們要準備下課囉 每週一到每週五的晚上八點 我們要繼續收看我們的 電視葉劍部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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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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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